89. 東方日報 花木蘭被惡搞文化介速道歉 2015年7月12日兩岸A27 本部綜合報導,對付重軍的花木蘭傳統上被訴作為孝順、 江崖等的根國英雄形象,但內地喜劇演員賈寧近日在上升小品木蘭重軍中, 卻把花木蘭惡搞成貪吃、不孝、貪生怕死的傻呆者,旋即引發熱意 中國木蘭文化研究中心日前看出公開信,要求賈寧及劇組公開道歉 有網民只不必對惡搞花木蘭的小品過分認真 互聯網圖片《賈寧的小品》木蘭重軍早前在電視台播出 由賈寧扮演的花木蘭,因貪生怕死不敢奔赴前線, 而被父親片許重軍,由內地民事專家批評, 這套小品為一套鬧劇,宣稱不但歪曲了花木蘭的形象, 甚至已點污了民族文化,愧對後世子孫, 不過,亦有網民認為只是喜劇節目, 沒必要認真,而且單單一部小品就能顛覆花木蘭的形象, 也太少看百姓的視相,對於外界的批評, 劇組指外界如果完整看完這套小品, 便發現當中不存在惡搞意味。 距離